Zither Harp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姐姐时间 本次的官方名称《乘风2024》延续了芒果一贯一来的操作 在越来越短的基础上 加上了年份做后缀 于是这档节目便从最初乘风破浪的姐姐压缩改为了乘风破浪 现在则只借金简至仅保留前两个字 不过因为大家还是更习惯原始的表达 所以叶秋晨这次全系列的于平将依旧使用《浪姐舞》这个名字 第一期的内容分为上、中、下工三部分 每一段基本都是二小时左右的时间 刷完的压力非常大 简单概括一下 基本可以总结为36位姐姐的初舞台 选歌组队和赛前小考 内容塞得相当满 既然是于平 咱们还是像上次浪姐思那样风格稍微轻松点 别那么拘谨 我打算就按照姐姐的初舞台出场顺序来写 简单聊聊自己的感受 肯定带有比较主观的情绪 若有不同意见欢迎沟通交流 谢金燕 状态看起来不像50岁的模样 身体由于遭受过重创 所以扭动起来比较吃力 但有勇气站上舞台就值得鼓励 所选歌曲是姐姐 观众熟悉度相当高 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孙夏琳越南 上一届知福来过 越南姐姐未来也算成了节目组邀请的常客 孙夏琳的初舞台也很有诚意 看来是把药卷这个特性延续下来了 直接上了高难度 给人印象深刻 刘欣 我当年是芯片 买过《我是你的女朋友》实体一匹 且熟练演唱颜色Because of 25和《两道彩虹》等相对小众歌曲的那种粉丝 这次出舞台的发挥很稳定 三首歌融合得恰到好处 用最高效率告诉观众 他已经从一个选秀人切换为摇滚人 嗓音较此前也有了变化 帅气依旧 特色鲜明 心格讨喜 按照现在节目组给他的镜头数量来看 最终成团并不困难 若是芒果当年也有支持流星夺冠的想法 那总决赛也不会闹得如此难看 相信看过的小伙伴一定还会印象深刻吧 至今我都有最高清版留存 偶尔翻看 王林 雪姨这个角色和她本人的性格差距还是挺大的 有点反差萌 敢于尝试和学习 是个很不错的姐姐 就是这个出舞台的表演 有几个甩头弄得人有点萌 俄语说得非常的道 算是意外惊喜 麦戴威卡麦 泰国 比利时和泰国混血儿 颜值属于极度亮眼的那种美人 身材高挑 出舞台的造型限制了她下身的发挥 定格画面都不错 讲英语时也有泰语的威尔 看介绍里提到她开了一个经纪公司 估计本次来芒果参赛也就是试试水 后续再让自己的艺人来中国增加知名度 毕竟这个市场是快超级大肥肉 陈浩宇 嗨马级选手 唱功了得 不够了解她的人 不知道她过往参赛出道经历的朋友们 肯定会被这首椰子给征服 顶着演员的预期 做出了专业歌手般的出舞台 而且样貌也不赖 必然能贫辞活一把 最近夜秋晨就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频繁刷到关于她的信息 可见陈浩宇来参加浪节舞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后续的难度应该是舞蹈 目前没有展示过太多 PS 这个耳环貌似杨成林也带过 当时还掉了 萨鼎鼎 舞台相当有排面 音高到没朋友 我一直很喜欢她的音乐 有态度 有性格 范甜甜 有人吐槽她眼泪流的突兀 但我却相当喜欢这个舞台 选歌太成功了 演唱真情实感 令人PO有回味 这个版本的一声和求美中不足就是太短 否则真的可以单曲循环 经典乐语歌果然有岁月的味道 好听且耐听 本次虽然没有香港姐姐来参赛 但不缺能扛大两唱乐语歌的选手 范甜甜这个乐语发音 相当可以 乔伊斯乔纳森法国 出舞台这首法语歌 之前就听懂法语的朋友唱过 所以调子不陌生 她本人对中国文化应该非常向往 曾经唱过法语版的花房姑娘 上文杰 没想到她竟然能上来就跳舞 看得出来是决心要搞突破 声音依旧有穿透性 震撼感颇强 而且说话也很直求 坦言观众源是她的困境 我发现 学语言的人来唱英文歌是真的好听 我认识的所有学法语的朋友们 英语能力也都是顶呱呱的水平 被选为队长后 选歌下手也是文准汉 看得出的确是个聪明人 自己强 希望自己的队员也强 美姐哥哥姐姐 总有这样一个队长 郭碧婷 夫妻俩分别参加一个节目 最近曝光度还挺高的 老公在无限超越班二 她在浪节舞 出舞台纯唱 有种难乡去参加校园歌唱比赛的感觉 后续莫名被选上了队长 我当时就觉得也许有人投她只是为了竞争压力小一些而已 要是能公布投票人 这节目就更有意思了 相比其他更主动的队长们 比如七薇和刘欣 郭碧婷整个选歌过程毫无参与感 属于来啥就做啥的类型 其实人越少越好管理 除非不去管理 毫无斗星的话 在备选环节多少会有点尴尬 感觉以她的性格 就不是自愿来参加姐姐的 背后肯定还有点其他的原因 郭碧婷的表情 似乎无时无刻都在向外传达 快把我淘汰吧 苗苗 芳华走出来的 舞蹈底子当然很厉害 用强项来开场 意料之中的表演 没想到这次苗苗也站错了方向 和去年那个俄罗斯妹子一样 说明现场的指引可能不太明显 虽然站位错了 但后期剪辑可以给加鸡腿 即便正面不多但一镜还是到了 很多观众说 如果不是节目组提示 压根没看出来站错的事 陈丽君 这个天命的出舞台经验全场 完全诠释了英气这两个字 萨鼎鼎 凤凰特效出来的时候 联想到与凤行李赵丽颖饰演的沈黎真身 除了孙悟空和花木兰这两个原始构想之外 陈丽君还演出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感 相当成功的表演 引导的节奏也非常到位 最后收剑的动作更是帅得很不经意 完美 杨锦华那个之帅的评价 基本上可以形容大部分观众的心情 采访里还提到朱洁静和体质 仿佛与其他姐姐们身处于两个世界 哈哈哈哈 李希瑞 本来出场顺序就吃亏 舞台质量还马马虎虎 肯定是走不过两轮的选手 他明确把参加浪捷舞的目标说出来了 就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去接更多的戏 其实大多数演员姐姐也都是相同的考虑 即便书是必然的 但也要有收获的书 在这个舞台上 与其他姐姐简单一比 你就会明显知道为什么李希瑞一直火不起来 因为他没有特别抓人的点单独看腿可能不算 每个标签都是均分片上 却没有平刻的高分 对于观众熟悉度没那么高的姐姐 出舞台的最优选应该是拿出最擅长的东西 但李希瑞就是这样站桩扭动唱歌 连专门为此练一段舞蹈都没有 其他姐姐们都以为氛围到了应该跳了 结果真的就假然而止 感觉这不是紧张和惊讶问题 是诚意不够 太混了 而且节目组安排的出场顺序也很明 竟然把他剪辑成了第一期上的压轴表演 感觉把他和陈丽君换一下 除了少一些他紧张的片段外 几乎毫无影响 和杰 认真准备 就应该是像和杰那样 虽然浪杰舞的本质是一档真人秀 但总要拿出点比赛的态度出来 当上队长之后 怨气爆棚选上了限定曲六边形雪花 不过限定曲并不是姐姐们的原创曲 只是找人提前为此写好的作品而已 不像哥哥们的X Song 稍有失望 赵一欢 看过他最出名的整个系列电影 印象挺深 开场就是高难度的钢管 这是为了给他的体能值打一个铺垫 也是在告诉评委们高难度的动作他都能上 别太早淘汰了不划算 身体素质真的强 某些舞蹈部分让我以为自己开了倍速 整个表演的难度不算小 尤其是一边在钢管上跳一边唱歌的部分 就是下来后一柳头发影响了点视觉效果 更加深入 Tiger